三个跑到第二个 那你变得怎样 你要再减1 或者再加1 其实很麻烦 所以干脆这样 我的习惯是从后面删回来 从后面删回来意思是说 我今天如果删到最后一个 删掉它之后的话 它不会影响前面的 OK 所以那个写法就是这样 你就是写什么 最后一个 所以for 一样 刚刚的回圈是for i 等于什么呢 最后一个 我刚讲过 最后那个就是shits .com 就是它总共有几个例子 那它回来可能 比如说总表一个 然后加14个栏位就15个 所以它回来就15个 到 第几个呢 我就 333333 最后那个不能1啦 1的话是总表 原来那个 我就3到2 那记得如果反过来的话就step 跟它讲说我要step就是越来越少的话你就-1就可以了 意思是说 从多 到少 你这边要加 step-1 但是如果未来你是 有少到多的话 那step-1就不用 Enter两下 再打一个NAS NAS指的是下一个 那做什么呢 帮我把那个第几个工作表 所以shits 刮胡里面加一个i 这个i指的就是哪一个工作表 做什么呢删除的话就delete 所以你就打一个delete就可以了 delete如果不会拼的话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你们的那个键盘上一定会有delete的键 不过就怕说有些 notebook上面是打简写 OK 那shits 另外 你打字的时候建议是打小写 那打小写如果说 移开之后没有变大写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像这个 shits 如果他 没有变大写 那表示什么呢 自拼错 像这个我的习惯是 打字我都打小写 当我移开的时候 奇怪我怎么还是小写 自拼错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啦 就是说 像这种简单的这个程式 尽量还是要 就是注意一下 像这个地方的话 我习惯是打小写 那再来的话呢 最后 删除的时候会有个问题 就是 按右键 删除 他会跳出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叫做align 这个align的话呢 就随时会问你是否删除 所以如果你跑个回圈 然后执行的话 他会一直问你说 是否删除 下一个 是否删除 又跳一个 是否删除 那如果你要删除 14个 你就要跳14个 这个 这个叫align 那这个align 如果你没有把它关掉的话 他就会一直不断跳出来 所以 我们如果要把它关掉的话 其实就是什么 你直接 在这个 刚刚这个程式的外面 跟他讲说 帮我关掉这个东西 那那个东西因为是 那个ecel管的 那ecel就是application 点 里面有个叫做 显示不显示 叫displace 那那个讯息方块 align 所以你可以 找到displacealign 然后呢 等于什么呢 等于之后 他会出现开关 把它false掉 意思说 先帮我关一下 等到这个回圈跑完之后 再帮我怎么样 打开 那记得要打开 不然的话 以后 该跳出align的地方 他就不跳了 等于 这个把它打开 所以这个只是做一个开 先关 再开的动作 那我们就完成那个删除 所以把最后一个 删除到 剩下 到2 一直剩下一个 那我们试一下删除工作表 这样的话 把它按删除 这样的话就留第1个 所以最后的话也可以 有一个按钮 输钮自动化 然后底下的话就是 删除工作表 所以我这边的话可以再多一个按钮 叫删除工作表 把它执行 先这个 跑跑跑跑 跑到最后移到前面去 OK 这样满顺的 然后再删除工作表 OK 再产生 再又新增 又产生新资料 再来自动跑 跑完之后跳回去 OK 然后一样可以删除 所以每一次的话呢 如果你要快速产生了 那他就是自动可以 帮你很顺畅的 产生你要的东西 然后面当然延伸性很大 包含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可以分割里面每一个 的报表结果 寄给 不同的人 那这些延伸性东西 其实 后面 其实当然 都可以写得出来 那至于怎么写 如果你们 因为这后面又更困难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你可以到 我的那个部落格里面 或我的YouTube频道 之前 我们 我在其他地方上课 有讲到这一段 如果有兴趣的话 这部分 其实 后面部分呢 城市撰写当然难度将来相对越高 可是呢 他的自动化程度 相对的 也是非常的 便利 很多人每天都一定会需要遇到 同样的问题 每天再做一遍 每天再做一遍 你搞不如全部都自动 处理完 感觉 就不用花太多时间 但是这个效益非常大 如果你将来你的 客户端很多 那怎么办 或者你很多 比如说你的老板很多 那他每天都要跟你要很多东西 你不如就是先预先先做好 那随时 他要什么就给什么